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讓李克強這個事件 那麼相對的來說 有讓大家有產生更多的想要表達的一個情緒 首先就是說他的這個死亡 這個有些高度的離奇 高度的不清楚 比如說你相較於胡耀邦 或者是趙紫陽 趙紫陽被軟禁了那麼久 那麼趙紫陽他過世了之後 沒有引起太大的波瀾 當然這也跟這個整個環境的變化也有關係 可是李克強他今年3月才卸任 那麼8月份8月底還到了這個莫高窟 有個公開的現身的一個出來 那麼當時看起來他的身體並沒有什麼問題 那麼所以變成說 他是一個剛剛卸任才半年 而且他在任上 所有中國人都知道 他是一個被習當局被習一尊壓得喘不過氣來 有智男生的一個這樣的總理 那麼所以我覺得當只要這個 關於他死亡的一個確切的一個說明跟報告 或者說他急救的一個過程 沒有能夠讓大家接受的話 那麼這個疑點都永遠存在 這個某一個角度來說 這會成為習近平永遠撥不掉的 永遠洗不清的一個這個陰影 那第二個就是說 當然社會大眾更多的是 從這個李克強的到這樣的一個處事 聯想到自己現在的一種處境 或者說回過頭來看 他們從改革開放從90年代走到今天 那麼大家曾經經歷過的一些歲月 曾經有過的青春 那麼現在回過頭來想 從李克強的遭遇 聯想到大大小小的每一個人 曾經有過的對未來的想像 對前途的寄望以及最後居然都是一樣的碰壁 那麼我其實有一個非常有趣 就是說台灣有個歌手 吳白吳白他今年在中國大陸好多的城市舉行演唱會 那麼他的演唱會呈現一個特點 就是所有他的粉絲都是搶在他一開了口 他們就跟著唱 唱到最後的吳白都不用唱歌 那大家說因為吳白的歌不只是歌 他寫的是說我們大家的青春 所以等於是說連一個娛樂場所 大家都要藉這樣的一個場合來悼念曾經有過的 也許一文不值 但是已經永遠不可能回來的一個青春 那麼今天人們悼念李克強 這樣一位就像剛才這個王博士說到的 他不見得在他從政的任上有多大的讓大家的豐功偉業來紀念 但是大家的確從他身上看到了大大小小 每個人心裡上都有一個李克強的這樣子的曾經有過的報復 曾經有過對未來的期望 也曾經經過很多的委屈 那麼到今天居然他嘎嚷而止 那麼大家也對未來也就感到了另外一種促井申請的一種同感 我覺得這種情緒是的確很強烈 那麼這樣的強烈有沒有足以成為另外一波的這個政治運動 這個當然還非常需要觀察 也許剛剛我覺得王博士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當年不管是四五運動還是六四 他很多的一個運動的養分還來自於當局一些疑存錯誤的一些舉措 那麼我們現在可以來觀察一下 到11月3號官方的正式的功績 前後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但是應該說從到目前為止這幾天 中國大陸的這個自動性的這個對李克強的這樣的輿論的 或者說一種悼念的這樣子的一個聲音 應該說當局絕對是戒慎恐懼的 是 剛才黃老師我真的是提到了一點 就是說人們悼念是什麼 悼念青春悼念當時的年少的這種理想報復 那王博士 當時您在北大的時候 我看您之前的一些就是文章 包括我也看到李少民博士 當時也是你們的一起的好友 他也有發一些相關的這些貼文 那您當時除了您呢 李克強還有一個就是經濟系的張偉 他也是先在中共體制內在天津做官 但後來因為8964他就辭職 最後就是有選擇了不同的道路 那這裡頭其實涉及到就是中國 其實中國人才很多 美國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理想 和人生的目標 但是像李克強或者是像您 像張偉這樣的頂級的人才 但是就是好像這個中國夢啊 在中國很難實現 是嗎 這其實是一個悲劇 就是我記得我們都進學校 說張偉李克強和我呢 想法都一樣 那麼就是都是想呢 通過自己的學在北大學習完了 能夠推動中國的進步和改革 那時候八十年代初七十年代 中共確實也表達了這樣的一個意願 比如像胡耀邦啊 趙紫陽先後表達經濟改革 政治改革和中國現代化的發展 這樣一個想法 那時候也確實得到了青年學子 剛進高校青年學子的那種知識 但是我們有不同定位 比如那時候我就覺得 共產黨這個制度不合理 將來它會出事 而且我覺得要變革一定要一批人能夠去 從一個比較在體制外推動它 那時候張偉和李克強跟我爭論 就說其實我們還是應該在體制裡頭 能發揮最大的作用 我說呢 這個你看著好像是你在發揮作用 實際上歷史發展這個合力 有的時候你為了讓合力方向偏向你這一邊 你是要往一個更極端的方向走 這樣才能夠讓合力更偏向你這個方向 後來到了八九年開槍之後呢 張偉就意識到 他和李克強當時選擇就那條路走不下去了 從此共產黨跟人民就分造揚鑣了 張偉當時已經是我們這一代人做官 當時做得最好的是他 那時候我們剛進校的時候呢 就知道北大和在跨世紀要出國家領導人 那時候其實張偉是一個最合適的人選 當時胡起立給他到天津 還有做了天津開發局主任 又是這個 還有天津市經貿委主任 他的官 而且鄧小平去天津市 他還給他照顧像上過人民上說的人才 我們這代大概鄧小平有這樣的疏忍 只有張偉 但張偉開著說到了北京找到他北大同學 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吳家祥先生就 毅然的向中共中央表示抗議 而且呢他就是這樣的話 張偉就出局了 但是李克強呢還想人辱乎重 李克強在團中央一待13年 實際上走團中央這條路 進這個接班人呢 這個13年是最長的一個 那就說因為89年他也犯錯了 團系統我們知道在1985年 在政府中很多都上街了共青團系統 是很厲害的 那麼所以說他也說明他呢在中間是犯錯了 其實我跟李克強最後見的一面 就是在統戰部當時閻明書要調節 讓我出面跟介紹一些學生領袖 能夠去進行調節的時候呢 我們分開的時候呢 當時陶思亮 當時統戰部知識分局局長 陶珠的女兒 和李克強跟我和那個簡短的談話 那我知道內心是非常同情這個運動 他現在走了 我可以說這個話 但是呢那當時共產黨當然從造怎樣到這些主流 都是這樣一個想法 那就說那麼但是後來的時候呢 李克強還想忍辱苦衷在那裡待著 最後落到這個架章 後來了解我們這段經歷的很多北大人都說 因為那時候我在共青團十大 我做過一天 我是做主席團成員 我做過一天執行主席的在共青團十大上 我是比他們都早進入這個 因為私人幫 剛才我說我70年坐牢 我反私人幫做了一年牢 鄧小平他們出來想在反私人幫裡面找接班人的時候 其實我最早是被誤塞的 那我走這條路 還老有人問我了解說 你後不後悔 你快點想想想國家總理 我覺得今天大家可以得出結論的吧 那個總理當的職嗎 最後現在好多人還在罵他 他忍了那麼多 忍辱負重忍了那麼多 他想能夠最後呢 沒對人民做到他想許諾的東西 他內心許諾給國家 許諾給人民的 結果還那麼多人在罵他 你看我現在活得多瀟灑對吧 想吃什麼吃什麼想喝什麼 想說什麼最主要是我想說什麼說什麼 我有多大才華就做自己要做的事 你看他就死得不明不白 所以我覺得呢走最後我們 但是你說當然你說我有多幸嗎 我也在中國國內充分的被邊緣化 那就是這個後來我寫過一篇文章 二十幾年前當李克強被報道領跑中共接班人第五代的時候 我就當時寫我說呢這個 其實個人的命運國運和校運包括北大的命運 那時候北大一匹學子相許為國 那麼後來走了不同的道路 今天我們可以回頭來看看 就是共產黨這個專制體制 習近平的獨裁把多少人的夢想毀了 讓多少人本來想走一條路 最後呢變成人不人鬼不鬼 你看現在你看網上罵李克強的 基本上就說你是共產黨的人 你是什麼好東西對吧 搞得我相信李克強天下久前有之的話 就想還不如當年跟我一起 就走這條民間的路